想必大家都听过变种人,最为著名的就是X战境所描述的人物,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变种人指的是某些基因产生了突变,并没有像X战境中那边牛逼,变种人也可以称为突变体。 不仅如此,这些变种人在6000年前就出现了,如果我们追溯人类的历史,很容易发现蓝眼睛在任何时候,都特别受到赞赏。 比如说弗兰赫西纳特拉,她的蓝眼睛赢得了数百万女性的心,蓝眼睛出现的方式和原因的问题总是令人不解。 由哥本哈根大学细胞与分子医学系的Hons Iberg领导的艺术科学家跟踪,那导致蓝眼睛出现的基因突变的发展。 这种突变发生在6000到1万年前,在此之前,蓝眼睛是不存在。 最初,所有人都是纵色的眼睛和Iberg解释道,这种突变影响了所谓的OCR基因,该基因参与黑色素的产生。 黑色素是一种负责头发颜色,眼睛和皮肤的色素,基因突变影响我们的染色体的基因OCR导致创立了开关。 其字面一丝是,关闭创建棕色眼睛的可能性。 科学家说,这种遗传转换位于OCR连接的基因中,它并没有完全阶段积液,而是限制了它的活性,从而减少了红膜中黑色素的产生。 结果,它将棕色眼睛的颜色削弱为蓝色。 如果OCR二基因完全蹲开,头发,眼睛和皮肤的颜色将完全消除黑色素,这在白化病中发生。 Iberg和它的团队研究了约旦,丹麦和土耳其蓝眼睛的现一体,产生能量的细胞结构的DNA。 该研究是针对女性进行的,因为它可以追踪母系。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基因OCR和与停止黑色素生成相关的基因突变。 在几代人之间,遗传的DNA被转移了,所以序列是不同的。 然而,其中一些部分没有混合,它们被称为丹麦形。 如果一群人分享长丹麦形,这意味着这个序列最近出现在我们的祖先中。 这项研究能够证明,蓝眼睛的人在丹麦,以及飞约旦,都有一个共同的丹麦形,和所有的人都发生了与突变,导致蓝眼睛的出现。 所以所有蓝眼睛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亲戚。 基于此,我们得出的结论是,所有蓝眼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,他们都在同一个DNA上继承了这种转换。 Holfeiberg说,这种遗传偏差以某种方式通过欧洲传播到整个世界。 但问题是,是什么让一万年前,地球上没有人有蓝色的眼睛,现在有20到40的欧洲人是蓝眼睛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